首先向大家介绍一下这次比赛的历程吧 这次比赛在上海是总共分为三轮 一轮是关于线上前提的筛选 以及一分钟短视频 关于你为什么要加入CEO for One Month这个项目 然后第二轮是有20个 来自全国各地的20项选手 进行一个讨论之后 整个以group为单位得出一个business plan 就是关于商业项目这样一个介绍 之后决出五强 直接与Fastco Deco的CEO进行这样的一个面试 最后决出中国区冠军 比赛过程中遇到什么困难 是如何解决的呢 比赛中分为 我觉得可以分为两方面吧 一方面是外营一方面是内营 外营的话是比赛当天的校 我是需要赶回学校参加一个这个学术英语的考试 然后在一个礼拜之前 我与这个学术英语讨论组的这个组长 进行了这种商量 一月我的老师进行了沟通 发现说没有这种补考的机会 于是我又进行了进一步的沟通 争取到了提前教占的那种机会 于是在比赛当天的校 我赶回了学校 完成了考试之后 又立马回到了Fastco Deco 进行了这个五强的这个面试 然后内营的话呢 我是觉得在比赛赛场上 因为我的竞争对手都是来自 全国各地非常优秀的学长以及学姐 我是算是年龄里面最小的一个 所以说面对学长学的这种资历丰富 精力比我丰富很多的情况下 我需要就是通过自己的另外一些长处 来弥补我这一方面经验的不足 你觉得你在这次比赛中 可以脱颖而出 核心优势在哪里 应该也是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 我的英语口语表达能力 以及我的思维能力 SBC一年的学习过程中 通过这种对于全英的这种教学环境 我的口语以及思维能力 得到一个非常大的提升 因此我会在二十进五 这个英语presentation的这个环节中 我能够得到这个面试官的青睐 另一方面就是在最后五强 面对你总以及这个周总 他们的面试过程中 我能够以极快的应变能力 以及这种思维的多样性 去化解他们抛出来的 一个个挑战这种问题 过去五届中 有四届中国区的优胜者 都来自SBC 你觉得SBC有哪些优势 第一个就是这种 SBC这种全英文的教学环境 给了一种同学们的口语 以及这种表达能力 带来一个非常大的提升 这也是为什么 就是我刚刚说核心进入力之一 就是我的口语表达能力 以及另一方面就是这种思维的转变 像这种在SBC里面 这种思维的多样性 以及这种两方中方跟阴方 不同的思维碰撞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其实思维思考的方式 本身就得到了提升 以及另一方面就是逻辑思维 这种条理性的加强 也是这种SBC学生 然后在五届里面 获得了四届中国区优胜者 的这种原因之一 在这次项目中 有没有获得一些 来自老师和学院的帮助呢 帮助是肯定有的 来自学院跟老师都非常多 首先要感谢一些 就是这种CSP部门 他们邀请到了 Festhood Deco这种宣讲团队 让我进一步 让我进一步对这个CO4 months 这个项目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另一方面就是得到了来自HR部门 朱利亚老师的帮助 因为一方面我是一年级学生 又是专业式工科 所以说这个对商业支持 特别是HR这块的支持 是非常空缺的 然后朱利亚老师在这个比赛的 两到三个礼拜之内 给我们教学了大量 关于HR方面的背景知识 所以说对于基本知识这个储备 是朱利亚老师帮助我非常多的一个部分 接下来你将跟随Festhood Deco CEO 学习一个月的管理技能 你对这样的一份经历有哪些期许 或许说希望在这份经历中能学到什么 首先毕竟题目叫做CEO for months 所以当然是想体验一下 当CEO是什么感觉 未来一个月跟随你总 我将进行了就是体验一下 叫做CEO的日常业务到底是什么 以及对整个公司的运作流转 我相信我会有一个更进一步的了解 以及深入 以及对这种职场的这种经验的丰富 也是我个人非常期待的一个部分 有什么心得可以分享给之后 打算参加该项目的同学们呢 首先一点就是说 同学们不要因为说自己的履历 或者说精力不足而去 说惧怕这个比赛 会不会得到这个一个淘汰 或者说出局这样一个结果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在赛场上 或者说在面试整个所有的环节中 你一个心理能力的强大 以及你这种临场的应变能力 以及这种对自己的逻辑思维 要有一种信心 包括就是说你在表达方面 如何清晰的去表达出你内心的想法 我觉得这是CEO他非常看重的一个点 就是你能够有同时 在风险控制这种意识的同时 能够还能够准确的表达出 自己内心的想法 我觉得这一点就是同学们需要在 参加这个项目的时候 自己需要去加强的一个部分 好 谢谢终于其同学精彩的分享 再次恭喜终于其同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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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